你好,想弄点啥? 老板,你看看我这道东西吧 这看着不简单 挺沉的 这是哪来的? 奶奶给我 我前几天还上了奶奶 奶奶给的 这都是铜板 上面都是带笼 那是,有清白的铜板 上面有笼 民国的双旗 你还别说 你这种类挺多 你看二十文的 十文的都有 这你奶奶给你 让你放着呢? 给我来,都是我来的 你今天想拿过来 卖点钱? 对,我看哪块关机多少钱 那你值多少钱 我看你来宾呢 我之前拿到银元来醒来 你这奶奶不简单啊 你看,你不记得我吗 啊,奶奶上一次给你的银元 哦,我想起来了 地主奶奶 对,你给你奶奶买了这衣裳 你奶奶给了你几块银元 对啊,你看 这老板真是贵人 忘了忘了忘了 忘了,这时间长了 这东西啊,也都是老的 但是这个价格就 这就比较便宜了 因为这毕竟是铜的 铜板 这东西都是老的 没发现有 有,你说是假的或者啥的 都是老的 嗯,但是这个价格它不高 这东西都比较便宜 几块钱一个 哦,几块钱一个 我收的话也就几块钱一个 你像这我,我卖出去说句实话 这东西最多卖个一二十块钱呗 一堆吗 一个 你一堆就买 一个一个 那你这起码也有好几百啊 对啊,他给我这一斗子 我一看这上面好多带东西 我想那我这补逼那个银元能了呀 那你这一说没有银元贵 那没有银元贵 我估计这一大堆也就最多顶一块银元呗 就是一块啊 那是啊,这东西 咋说这是铜板 这个东西是像啥 这就你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硬币 五毛的硬币啊 一块的硬币啊 嗯,在清代民国的时候 像这种 像这种 就像 就像现在咱们那五毛钱 一块钱 有那种硬币 哦 你不要以为现在有硬币 古代就没硬币了 这就是古代的硬币 相当于了 嗯 明白吧 好吧 你像这小的 小的它就是十文 嗯 十文的铜板 像这大一点呢 这个是二十文的 看 我刚才好像滑辣的 我好像看见还有一些大的呀 在这呢 你看这个 这个是盗一百的 这是一百文 一百文 像这一 你要在古代这一个 能顶这小的 能顶十个 哦 没有办法 就像啊 这是一块的 这是十块的 啊 但是这东西因为 这个铜钱啊 这个 这个铜板啊 发行量非常大 价格的不高 价格的不高 那这一堆 能值个多少钱 那我又 只能说给你数一数啊 不用数了 你看看大概也不用吗 看大概 嗯 你下回你把你奶奶给的银元给拿过来呗 好 是不是 那能卖一些钱 这玩意儿这不值钱 你这我估计有个三 三四百个 嗯 三四百个 嗯 那给个 四百个算吧 我还是叔叔吧 好吧 你叔叔吧 我叔叔 你别吃亏了 我叔叔好吧 咱咱谁也不吃亏 谁也不那个啥 好吧 好 这是最后 这是八个 嗯 这八个先放一边 好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 十 十一十二 十三四四 十五十六四七 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二二十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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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个 二二二二二十八个 行吧 二二二八个 呃 我一个给你按 因为这上面我看了 品向差的多 好的少 呃 一个给你按 六块钱 好 行吧 一个给你按6块钱 228 我算一下 1368 我给你1400 给你一个整数 行吧 好可以 哎 嗯 我刚才我说 我说这么多也就顶一块 姻缘的钱 你看1000多块钱 是不是 是 嗯 下回你要是想那个啥的 再给你奶奶要点 我说要点姻缘啥的 好吧 要点值钱 行吧 那就这样说了 那这个东西我钱给过你之后 这就是我的了 行行行 好老板 那行 那我这个布你还要不要 不要了 不要了是吧 那我就用这个先包起来 好 谢谢你老板 好嘞